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 2018 魔獸世界競技場世界盃聯賽亞太區的決賽 那我是主播小K 我是賽平川爺 那我們待會要進行的就是敗部的冠軍賽 敗部冠軍 對 就是我們的 Give a It 對我們的 Mad Dog 對 剛剛被嚇出一聲冷汗的 Mad Dog 對 一個真空吸引 一個時間吸到肝啊 哇 他那個 術士那一百層有點強大 太誇張了 但就是只有那一次啊 對 就只有那一波而已 就只有那一波而已 後面就沒有了 我剛才聽到主播 欸 What 一個傻眼 我剛剛在裡面看的時候 我也嚇一跳 這 獵人怎麼突然間消失了 他獵人覺得 欸 奇怪我都沒有攻擊 為什麼他就直接死了 直接蒸發耶 剛剛那個韓國隊那邊應該是 我一百層了 我一百層了 給我保護 給我保護 然後咚 滋滋就不見了 好 那這邊 我猜等一下應該就不會有這麼多奇妙的 對 對 因為 再來的 Give It 跟 Mad Dog 這個其實他們的組合 就算 應該算蠻固定的 就很正常的組合 對 那 不知道等一下 Mad Dog 這邊會出的是 欸 因為他們現在組合很多嘛 就是他們有 戰士 懲戒 然後有獵人 還有DH 然後還有DH 對 他的組合還蠻多樣的 那 Give It 這邊反而是 一直都只有 戰略的 對 戰略的靠到底 對 那我其實不知道是 Give It 覺得自己想要長招還是怎樣 因為 欸 照理來說 韓國隊他們通常的陣容應該不會只有一套 對 他們通常都會帶兩個職業出來 是 對 那我們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Give It 隊 Mad Dog 那 其實 Give It 剛剛打我們的 Grunk 的時候也是差那麼一點點啊 對不對 對啊 就差了一點點啊 對 他們其實 欸 Grunk 前面原本都是 呃 不敗神話這樣 就是 他們一直三比零進來的 然後 到 遇到了 Give It 之後 不敗神話被破了 前面兩場都是瘋狗打法 直接一路壓到底啊 對 然後 直接六連勝 對 那 他現在就是卡到 然後 剛剛那場我記得你們打 你們 呃 是三 三 三比二 三比二打滿的嘛 對 打滿 對 就是 其實 等於說 Give It 跟 Grunk 的 呃 實力水準其實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是差不多的 對 而且剛剛其實最後一場打得也很玄啊 對啊 對 他變成說 變像 欸 我去打DH好了 對 我就被一隻鳥的玩得 我吹你 我在吹他 我在吹他 輪流吹 輪流吹啊 然後吹到 吹到後來那戰士 受不了了 然後 中間有一段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戰士 跑過去斷了那個憤怒 然後就被欣勇塞臉 直接塞爆 直接塞爆 對 好 那這邊 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我們 Given It 這邊 呃 的 陣容會是 後面有做改變啦 這個版本也蠻有趣的 隨時都有組合變動 因為其實他現在對職業的熟練度的需求 其實沒有以前這麼高 對 以前比如說像那種 烏妖王時期 或者是甚至到那個 我們的帕拉利亞時期 那個時候你想要玩 今一隻角色 就是一個職業 要花很長那段時間 大概需要花兩三個月 對 好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我們的計算影片 为了有多久,我们把那种高达的专业 也比较重新比赛 还比赛 在于是比赛 在很重的比赛 小时 在比赛 从前往 中的比赛 中了 比赛 选与 比赛 我的 非常 我觉得 让我们 有个 十分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那這是我們GivenIt的介紹影片 其實GivenIt的他們剛剛接受採訪的這個選手 他其實以前是星海的職業選手 喔 星海職業選手嗎 對 他是星海不完之後才轉過來玩這個魔獸世界 對 而且就是我剛剛在裡面其實跟阿虎在聊 就是對他來說可能補低的這個每個人要上Hot 加起來總共六個Hot 他說我要看三線而已 這可能對他來講小Case 平常打星海 隨時都是三線進攻的 三線是什麼東西 對 其實他去年的比賽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的治療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因為他可以看得他的大局觀很廣 對 他其實搞不好除了自己在顧Hot之外 他還可以顧對面人家身上有什麼東西 對面做了些什麼事情 對 他其實就是相當於是一個人體UI這樣 對 因為星海其實就是操作更刺操作 對 就是他很吃你的瞬間反應跟觀察 對 瞬間反應跟觀察 大局觀 是 我覺得 Give it it 可以走到這麼遠 其實那一名選手他們的小弟真的是功不可沒 對 對 那剛剛我們還有在聊到就是 Made Dog這邊的陣容 你如果覺得你 Give it it 這邊如果是出戰列第一的話 你覺得 Made Dog 能出什麼 是不是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啊 就是可能出陳列這樣 陳列繼續打吧 因為剛剛他們的陳列打這個 這個 就是 打另一隊這個 這個 TING BEAST 對 他們打TING BEAST 看起來是還蠻輕鬆愉快的這樣 那這邊 果然還是陳列殺 果然陳列打起 對 那 可以看一下就是 剛剛 TING BEAST被打成 被打得歪七扭八 被打得亂七八糟 那 Give it 這邊 同樣的陣容 直接開場傷恐啊 好 這邊是直接接個滿兵 然後 Yasuki這邊也是直接上來兵 那 可以看一下 這邊反正是兩個獵人 在中場 互相的對這個 對方的近戰做攻擊喔 突然變成殺爆喔 對 那 XGIN這邊再吃一個暴風球 Fresh有些量非常的無敵 對 直接 欸 等一下是他無敵加 一眼還一眼一起開耶 他好像一次暗光光了 對 他這樣有點虧 對喔 他這一波會變成是完全沒有防禦力了 而且他大隊也開出來了 而且他大隊也開出來了 是 那這邊 目標是先集火在Give it 的獵人身上 好 那 戰士這邊還是持續貼著 懲戒打 其實我一直覺得就是 呃 帶懲戒隊伍裡 其實一直 一直死靠他是 就是 還滿有效的 還滿反的 對 這對懲戒他本身來說 他會覺得說 他想要打傷害 可是他沒辦法好好輸出 對 對 你會覺得他好像平常沒什麼 可是突然 欸 我怎麼血血要一直掉 對 然後 而且懲戒他本身就是吃這個 翅膀爆發一波流這樣 然後這邊是 Gothin開了一個 大樹上來做補血 喔 鞋在那邊壓下去 好 那 Fresh這邊鞋破已經結束了 而且他的榮耀聖言其實是 用完的 所以他身上是沒有任何自補技能的 他的自補必須要毒條 這邊要卡四角創毒條嗎 好 戰士直接追進來 不過Action我們在那邊 一直刷俠 他是被迫在那邊刷血 對 他 我覺得他是被卡在外面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進來 那這邊 塞了戰士一個制裁 但是馬上被秒區掉 先吃一個滿兵啊 對 那 哇 Fresh這邊被 戰士一直狂貼 然後這邊再接個 拍運 這一波有沒有機會帶走勒 好險 散蠻醒來了 應該散蠻醒來了 對 暫時還沒有問題 那 喔 我們的Giveter的獵人 這邊出來 也可以打得到 懲戒了 那懲戒這邊 目標還是選擇在獵人身上 那 喔 一個雙 雙暈 然後Yasuki這邊過去接一個滿兵之後 是要對立的打一波爆發嗎 但是懲戒這邊的爆發其實還沒有轉好 所以站上來補了一個暈存 這邊還有2秒1秒 爆發時間CD好 直接開翅膀 這一波 直接開櫃殼啊 直接開櫃殼啊 喔 山蠻好大啊 對 剛剛那一刀下去 瞬間扣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不見了 好 那Fresh這邊 這一波爆發看起來就是暫時 呃 被獵人躲過了 那 這個Giveter這邊的暫時 直接解掉 好 那Fresh這一波爆發結束之後 又是進入一個疲亂期喔 好 我等一下再打 對 他又是只能開始 邊跑邊打 對 他必須要想辦法去卡這個 Giveter的獵人 可是現在很明顯 好像他跑不太動喔 他跑不太動 可是他就是反打 這邊反打了我們的 呃 戰士一波 戰士的劍下來 被打得出來 吼血同時也開掉了 那這邊有機會 我們的Giveter應該會有機會 反打一波喔 喔 這邊在對我們的 小弟塞了一個 暈槌之後要接兵嗎 好像接不出來 接到了一個滿兵 那 戰士這邊 哇 電人直接要帶走了嗎 電人直接要被帶走了 哇 哇 喔 MADDOG這邊 換陳列之後 對戰列的壓制真的還蠻大的 壓力真的很大 對 完全扛不住 他們現在是不是 他們的陳列 現在對戰列是不是 100%勝率目前 目前是100%勝率 對 目前是100%勝率 對 而且剛剛是沒有開爆發的 對 他剛剛是沒有開爆發的情況 還是平常壓到死 對 就是 他其實應該是獵人 獵人這邊有打爆發 對 就單點而已 就是只有單獨獵人的爆發 然後 然後 陳界這邊的人 一直黏著靠而已 補個刀而已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其實第一波的傷害就很大 但當然第一波 第一波其實兩邊就是在拚拳頭 然後結果反而是Flash這邊的 技能全部被打光 然後 然後 我其實覺得 Gustin這邊開樹人 好像沒有 好像太早了一點 對好像沒有 沒有必要 因為畢竟對方 對方是沒有爆發的情況 對 那這邊是 反而是Flash 整場被 戰士 黏著跑這樣 那最後 最後 居然是Flash這邊 爆發一波 直接把 電影轟掉 我忍一分鐘 你等一下給我試試看 忍無可忍 無需再忍的意思嗎 對 好 那這邊看一下 他這邊 剛剛 最後面是 制裁 然後接 冰凍之後 然後一波傷害 他的位置也是很奇怪 他好像是 戰士 我覺得是 Giblet的戰士 把自己隊友給坑了 對 因為最後其實聖騎士 有開那個 反傷盾 對 反傷盾 炸 對 然後戰士一直打 結果最後反傷盾爆掉 然後把獵人一起炸掉 我覺得這個就是 賣隊友 賣隊友了 但 我覺得這樣子的Made Dog 其實他們是有去 算 就是 應該是有預謀啦 應該有算好 什麼組合 對 他其實把反傷盾 當成是一個爆發在用 對 他其實不是 不是當成減傷 就是 這是他的進攻手段之一這樣 你要打爆發 我給你經濟 沒有 對面身上丟經濟素 對阿 你丟經濟素 我開反傷盾 來互相傷害 狹路相逢勇者勝 真的 好 那這邊是Made Dog 拿下來第一排的勝利 那第二場 Given Eat這邊選的是 雅夏曼之宇 好 那其實 還 這算是 比較少見到 這 陳列在 比賽裡面會看到 這個組合 大部分人還是覺得 陳介 腿短弱勢 很明顯 對 尤其這種大場面的話 你更需要一種持續傷害 是 那這邊 他剛剛其實就是 他還有持續傷害啦 對 滿意外的 他其實你這樣算起來 大概也是三十秒一分鐘 會有一次爆發 差不多 而且這傷害都有出啦 對 但就是開場的那一波 無敵 有點嚇到 對 他就是 插在對方的一波大爆發 他一定得出技能 還是太緊張一次全開完 但他剛剛其實感覺如果只開一眼回 好像也是會爆 好像也會爆 對 然後在這邊 戰士也是直接上來找Fresh 然後Fresh這邊 喔 一眼回眼也是直接開出來 然後來找這個 喔 Lisora這邊 那這邊 那這邊 戰士一樣找Yaski這邊 打一波爆發 那Yaski這邊是 血破之後的第一波 技能爆發 喔 這一場 這個 我們Yaski吃了這個爆發之後 血好像 好像蠻穩的 被Oxygen直接拉滿 對 那這邊又是過去 一個拉結冰 好 那這邊 懲戒還是一樣 選擇在打 Lisora這邊 開了戰馬來暈啊 對 那 他其實是冰完再接暈喔 那 這邊 喔 戰士是選擇直接拉回來 然後再 上去貼了一下 貼我們的獵人 那這邊 懲戒的爆發 第一波爆發其實開完了 那 可以看到Givenit這邊 喔 血量其實還蠻穩的 那 Givenit這邊是 已經把啟動給用掉了 所以 他的藍目前是 算是 還蠻滿的狀態 喔 這邊吃了一個 一個吹風 對 那Fresh這邊往回拉 無敵間被逼出來 因為他剛剛 喔 因為他往回拉的時候 Oxygen這邊吃的是滿冰 所以被迫要開無敵 我覺得其實 有一部分在幫 Oxygen省藍的感覺 對 對 好 那這邊再一次 冰凍街 喔 制裁 然後要來對Risora這邊 我這麼傷很大 對 好 Givenit這邊大樹開了起來 那這邊應該暫時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這樣壓力又移轉到Yasuki身上 對 好 那這邊 Yasuki的血量 喔 還是稍微拉 稍微 慢慢的拉 他這個感覺是沒有毒條 他就是 激流激流這樣 激流一直刷 好 好 那這個電龍圖屯 然後戰士血量非常危險 直接交髒大跳 那這邊再塞一個制裁 喔 Ghosting這邊 不打算交髒喔 戰士也不打算交劍下 對 這個看起來是 反正先扛一波試試看 那這個利索瓦這邊 後跳之後 還是被貼著 這看起來是要被打出龜殼啦 這邊應該是要出龜殼吧 龜殼還不出嗎 好 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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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換 換成Yasuki這邊 被打了一波傷害 但是 Yasuki這邊其實 喔技能還是滿的喔 那 小滴這邊是選擇交張解冰 然後拍運Yasuki 那Yasuki同時也交張之後 吃了一個滿破膽 Gasuki Gasuki你的寧靜直接被斷掉喔 對 所以這其實有點虧喔 那這邊 看一下 呃 Yasuki是踩到了剛剛 利索瓦遺留下來的冰嗎 躲掉了一個冰 好那這邊 再繼續貼回我們的Yasuki Yasuki一個後跳上來 又要再來找Gasin嗎 感覺 利索瓦現在是想要幫Gasin踩冰啊 他貼得很近 但是 Gasin 拉就可以冰拉 Yasuki只要 就是 Gasin這邊只要一拉開距離 馬上就是一個勾過去 好那這邊 利索瓦有點危險了 接個後跳 然後 Fresh這邊 然後 一樣 其實我覺得Fresh是不是沒有吃到斷金啊 他完全沒有啊 對阿 他的移動速度有點快阿 我覺得這個版本好像大家對於近戰的斷金很少去上 因為大家都在中場打 是 可是 在比賽裡面你還是呢 幫隊友限制一下阿 你還是要上一下吧 他現在踩的是自由 那 他自由結束之後應該可以 暫時可以幫忙他緩一下隊友 那這邊Gasin再次吃到一個滿兵 哇 這個 Fresh這邊是直接已經被風箏掉了 暫時是貼不到 那 這邊 Fresh 轉頭打戰是暫時直接大跳落跑耶 這什麼概念 這是一個 呃 反正 懲戒打誰誰走的意思嗎 傷害有這麼誇張阿 呃 我其實也不信 這邊靈魂連結是直接丟了出來喔 那 因為Yasuki這邊是直接被 暈了要打一波爆發 那 這一波 上盤開卓越速印刷了 對 那這個剛剛看起來是靈魂連結有 有奏效啦 他其實是提早預判 就是他可以 呃 他不想要讓血線先下去 好 那這邊 哇 戰士 被多補了一波熔岩爆發喔 那這邊是直接連劍下來打的出來 那Fresh這邊 翅膀開著 好 繼續再對我們的 戰士做進攻 這邊 要上去再接個制裁 喔 被戰士攔下來 我剛看到Yasuki又吃了一個冰 到處幫忙採冰這樣 到處幫忙吃冰 天氣有點熱是不是 好 這邊戰士拉上去 喔 但這個 還是踩到了 還是吃你吃到冰啊 哇 這一個就有點傷啦 就是 不應該有的失誤 這邊又是一樣 兵結 制裁 然後戰士這邊 一樣在規避傷害 那制裁快醒的時候 戰士就上去做進攻 好 這邊一樣是被彈開了 那這邊他居然在偷喝水啊 還沒人發現 對 這邊這邊 這對壓力有這麼小嗎 為什麼 他還可以喝到快滿了耶 OK 好 那這邊是 看到隊友這邊是 要吃爆發了 所以必須得要出來補血喔 好 那Yasuki的血量有點危險 但是Yasuki其實本身是還有龜殼的 要冰了嗎 這個看起來隊友全部擠在身邊 有點難冰到 欸 還是冰到了 啊 電容吧 他不敢去動 是 那這邊是 我們的 GIVEN IT這邊 血量 戰士的血量 是一直被陳劍從後面打 不過現在地姐已經來到5% 是 對於戰列而言 可能會壓力比較小一點 他們變成說可以更多進攻去壓制裂 這個位置 是 那這邊又是Yasuki被拍暈之後的一波傷害 感覺他就是 欸 如果不是同時爆發的話 單 單體平傷大概都是打到 大概5-60% 5-60% 對 好 那Yasuki這邊 好 對戰士進行爆發 但是戰士直接交章 然後升級這邊 這邊躲不掉啊 這個應該是直接要帶走啦 這邊躲不了傷害啊 對 哇 這個應該是直接爆炸 對 他好像選錯地方了 對 他這個 我覺得懲戒翅膀一波流真的是 會有一種正責感 對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他 我覺得他打的是一個時間差 因為 呃 戰士的劍下 CD是3分鐘 對 那懲戒的翅膀爆發CD其實是2分鐘 對 所以他有一分鐘的時間差 可以去抓你這個 技能空檔 對 等於我翅膀開3次 可是你劍下只有2次 對 但通常我開第二次翅膀的時候 你一定是沒有招的 所以你一定會爆炸 對 對 他剛剛這個很明顯就是 有抓技能時間差這樣 我覺得是 這個看起來 感覺 呃 Given It這邊可能要換一下 但好像換不了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他們的傷害是有打出來的 但 Fresh這邊他們 就是應該說 Mad Dog這邊對於 規避傷害是 都會提早規避啊 他們不會真的吃到傷害之後 才開技能 燒開得很精準 對 那就是知道 反正我這波 既然一定會被你打 一定會被你打到 剩20% 那我乾脆提早開 那我乾脆我60%就先開啊 對啊 我把障礙全部吸掉啊 就是 至少我吃完之後我血量 血量還是在 還是安全的 對還是安全的 好那這邊看 呃 呈現真的 他那個 開翅膀之後 他對著再次打 對 他開翅膀之後 那個才覺得 砍下去砍一次就是 扣一大格 而且就算開箭一下 他還是黏在旁邊 對 而且 就是 欸 你近距離在跟呈現對打的時候 他身 他身上只要有自由 你就沒有辦法擺脫他 他就黏著你一直敲 然後呈現現在 他呈現又有那個嘛 就是 也是有一個緩速技能 對 他有一個緩速技能 對 所以 你其實真的想要擺脫他也有點困難 假裝腿短的承接期 對 他算是假裝腿短 他從 他從有戰馬之後其實就沒有腿短了 好不好 騎著馬上來 踩個自由騎個馬 腿很長啊 那這版的戰士咧 這版的戰士 呃 沒進斬殺之前都腿短 哈哈哈哈 被迫點那個衝鋒斬殺 對 這不是嗎 每次都一趴不死這樣 欸 欸 偷錶 對 他是為了我設計的一個斬殺 對 大家想想看 穿越狂之前在比賽的時候 欸 各種一趴斬不死 哈哈 那這邊是看到 Made Dog已經是2比0領先 2比0領先 對 所以我覺得 Give it It 這邊如果還有什麼底牌 他也 趕快丟出來了 對 不太能夠藏正義的 對 搞不好會有不錯的效果 等一下又來一個衝鋒這樣 欸 搞不好他也會喔 所以韓國隊三隊都是衝鋒這樣 對 我記得剛 7版最後的時候他馬上三隊都有衝鋒啊 你看剛剛 欸 他們的第一隊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 Midfeet Toys 對 最後也是換了衝鋒上來 他們是最後死馬當火馬一刀出衝鋒 他出了衝鋒然後結果就爆炸了 對 然後剛剛的 呃 最後也上了衝鋒 也是出衝鋒 對 甚至說出其不易贏了一場 有賺到一場了 後面還是爆炸 對 那你看Give it 這邊 會不會也出一隻衝鋒 也來一下衝鋒 我們期待一下 都討論好了 我們最後就是要用衝鋒 不然他們也來個衝鋒聖如何 欸 衝鋒聖其實在7版真的超強 其實可以打很強啊 超強的啊 那個傷害很高耶 對 到這一版就 呃 鳥 鳥獵勝搞不好還比較強 對啊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待會兒來第三場的比賽 在這裡 那是 咱們 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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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